Mai 嗨 大家好 我是Mai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好像有一陣子沒有跟大家分享的穿搭了 我感覺我自從認真健身以來呢 變得越來越懶 常常一件T恤 然後一個Leggings 素顏一樣就可以出門 有時候看起來像一個流浪漢一樣 明明大學時候的Mai 是會搶橘子去上課的那種 不知道很難想像 這一集Mai呢特別介紹我私心愛你的Crop Talk 為什麼是Crop Talk呢 如果你是有在運動的女生 都會希望自己辛苦打造出來的翹臀曲線還有腰身 可以展現出來吧 假使你是微肉感的女生 沒有小麻腰也能輕鬆的駕馭Crop Talk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準備開始分享 那第一件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很常穿 這是我前兩個月在Berishka挖寶的 那Berishka你們也知道是快使上很平價的品牌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在那種折扣區看到 所以這一件只要290 我當時候看到哇 這個圖案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就是它有點白啊灰色那樣子的渲染 可是我覺得穿起來是會相當的突顯身材的 它大概就是會長這樣 所以你會感覺到 欸上面就是有點像很簡單寬鬆的大雪梯 然後我會透過寬版的上衣 然後搭配比較修身的Leggings 我現在穿的是Lululemon快乾的五分褲 所以像這樣子搭的話我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個帽子呢是我去年在Rebuff買的 然後我很喜歡它是因為它上面有一個很酷的slogan 它就是寫It's a mess word 然後三節號 就代表說一定不再是男人的世界了 不論你是去爬山或者是跟姐妹聚會 或許你穿這樣也可以馬上去健身房 所以你像這樣子出去就是一種 又帥又可愛 然後又漂亮的風格 那介紹來這個我覺得大家都會超愛 那你們家我有一個自創品牌叫做May You Fit 那現在只是一個剛成立 還沒有到很成熟的品牌 那最早我在兩年前的時候我就有在台大 出了一個有台大授權的hashtag的女子短板題 那那時候就已經造成很不錯的迴響 那今年呢我再度開發了一款叫做 The future is female 未來是女性的T-shirt 那這件T-shirt呢我覺得 不管你是瘦瘦的或是微弱的女生 你都會大愛 為什麼呢我來介紹一下 因為第一個它是Crop Top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愛Crop Top的人 第二個就是它是這個寬袖 因為很多女生不喜歡露出 就是太多這邊手臂的線條 所以我刻意做這個寬袖的設計 可以讓你的手臂會顯得更細 目前我是出這兩個顏色 這穿起來就有點像你在穿睡衣的樣子 可是穿去外面或者是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聚餐 你會覺得欸還蠻時尚 就是一種低調的質感 重點是它這邊有一個 因為我希望就是這件衣服穿上去 大家會有一種第一個很舒適自在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這個slogan 可以在內心去鼓勵女生就是要 勇敢然後放下恐懼去追求自己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The future is female T-shirt 那穿著這種短板上衣呢 我通常會選擇比較高腰的褲子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你稍微吃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下腹這邊稍微肉一點 所以高腰的褲子就可以覆蓋住 肚子的面積就可以讓你的腰身 是看起來更鮮細的 然後在視覺上面整體 也會有一種比例拉長的一個效果 這個The future is female T的另外一個顏色 就是有點像綿麻的這個白灰色 它這邊的字也是The future is female 很帥的一個slogan 那這一件呢就是我覺得它也很百搭啦 因為你們知道白就是很好搭嘛 無論是你要配深色的褲子 或者是我現在是穿的一個比較像均綠的 淺褲子 我覺得配起來也會很帥性 然後這個淺綠的褲子 我可能就會搭一個綠色的帽子 因為兩個都是綠色吧 我可以背一個可愛的粉紅色的迷你腰包 好那接下來這一件呢也是我最近超愛穿的一個白色的crop 好那因為我私底下是一個白T控 我只要看到任何這種素色的白T我都會很想要買 但是這一件真的讓我特別的喜歡 第一個就是它crop的非常的好 第二個它的材質呢它不是一般很厚重的那種綿感 它是有一點帶有運動感的那種快感修身的 所以它摸起來是偏滑 台灣的天氣比較悶熱的時候也很適合穿 而且白T就是白搭啊 那我今天下身搭配的是 額也是Lululemon的他們的黑色的暴紋褲 我覺得這件很棒的是 因為大家一定都有黑褲嘛 但是暴紋的話你可能會覺得是不是很浮誇 但是這個黑色暴紋呢就是 哇低調又有一種帥勁感 所以我非常喜歡白T配黑的這個一個搭配 當我的全身已經是比較白黑素感的時候 我就可以挑一個比較跳透的一個帽子 然後整體的精神也會感覺非常的活潑 這也是我的品牌出的水壺喔 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接下來呢 我真的是要跟大家私退 我最近在ZARA 挖寶買到了一個長版的上衣 我那時候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說 我就要到它了 然後我看一下價錢 哇賽 那時候我買的要七百多塊 所以兩色 所以它有米色跟黑色 我都包了 我很喜歡它的一些很帥性的剪裁 那它是ZARA它為女性設計的 Joinline 回收再次的衣服的環保的系列 那我現在穿給大家看 我個人是真的相當喜歡這種短外套 那它是比較薄薄的那種長袖上衣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這種 有點像換季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點冷 然後有時候又有一點熱 穿上去你就會覺得稍微有一點保暖效果 但是又不會悶的一個長袖上衣 寬寬的褲子 也是我在ZARA挖寶的 然後因為它們顏色很像 所以我就喜歡把它們搭成一套 那因為我全身都已經是有一點寬鬆的一種頹廢感 所以我在髮型上面我就會希望自己有精神一點 裡面的這個brown 我是穿Lululemon的一個水洗的brown 所以就是裡面你可以穿稍微亮一點的brown 然後再配一個很慵懶的一個大地色感 你知道很多那種歐美的女星走在路上 等一下我的後面在哪裡 有沒有很像那種歐美女明星 整個被狗仔拍 Justin Bieber 快來找我約會吧 結婚了啦 哈哈哈哈 那應該我剛剛說我有包色吧 所以我現在來示範一下如果是黑色的話我會怎麼搭 那我剛剛說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簡約的外搭 所以裡面如果你想要耍心機一下就是可以穿就是稍微比較滑著的那種brown 然後下身我是搭稍微亮眼一點的就是有點偏粉的那種五分短褲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走出去也是超好看的對吧 你們只能同意了 哈哈哈哈 那接下來這一件呢是TING JOIN他們新上市的女裝 所以我來直接給大家試穿一下它穿起來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一件呢它是有一點怎麼講這個顏色呢紫紅色 有一點線條的那種紫紅色的感覺 然後這一件呢它也算是CROP的一種 然後我也很喜歡的是就是它下擺不是那種給你勒得很緊 然後你的那個部肉會整個溢出來的那種 就是它這邊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彈性跟有空間的 然後重點是我很喜歡它的後背的這個設計 就是有一點簡約的露出一點點的背部的曲線吧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它就是手部這邊呢 就是它有做稍微長一點點 所以你的拇指頭可以這樣像小棟的這樣穿出來 大家看完這集的影片那希望呢這集的影片呢 好像不會對大家有幫助耶 就是看妹在搞笑而已 反正希望你們喜歡 那如果你們覺得還不錯的話就幫我按個讚 然後最後呢我要提點一下 因為明天呢就是我這一件 The Future is Female Tea的正式的上市日 那一色我目前只有出200件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就趕快去強購 我很期待呢看到你們在健身房 穿著這一件可愛的T-shirt跟我分享 另外的話我們還會就是和水瓶去做一起的這個優惠 所以啊如果你想要跟妹用一樣的這個可愛的嘴唇水瓶的話 趕快去官網購購好嗎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